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日前 中央军委印发 关于表彰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的通报 对10个标兵单位 18名标兵个人予以表彰 通报指出 近年来 全军部队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着眼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 持续推进政治建军 改革强军 科技兴军 依法制军 大力加强练兵备战 在推动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伟大实践中 涌现出一大批践行强军目标的先进典型 这次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 听党指挥 对岛忠诚 实质打赢 谋战恋战 作风过硬 拼搏奉献 都是永丹使命责任 现身强军新军的优秀代表 通报强调 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 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 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全军要以他们为榜样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坚持党队军队绝对领导 增强四个意识 坚决维护习主席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坚决听从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要始终把备战打仗 作为第一要务 劳固力起战斗力标准 扎实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 力练打仗本领 锻造精兵净旅 要逐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军 加快推动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 不断提高部队管理法制化科学化水平 要持之以恒抓好作风建设 坚决纠置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锐利开拓进取 积极担当实干 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而努力奋斗 巴西军方一名高级官员5日披露 军方反对美国在巴西设军事基地 不认同新任总统亚伊尔伯索纳罗 对美军基地所持开放态度 军方不认同 这名巴西军官 5日告诉路透社记者 总统有关美军基地的言论 令军方吃惊 如果政府商讨允许美军在巴西设基地 军方将予以反对 这名军官没有获准公开谈论这一话题 因而要求路透社记者不公开姓名 同一天 巴西国防部发言人西尔维亚马丁斯说 总统没有把有关美军基地的想法告知国防部 没有与国防部长讨论这一议题 巴西电视系统公司 3日播出对伯索纳罗的专访 问及美国在巴西设军事基地的可能性 伯索纳罗说 愿意探讨这种可能性 这取决于世界会发生什么 谁知道我们今后是否有必要谈论这个议题 伯索纳罗现年63岁 藤氏陆军上尉 本月一日就任巴西总统 总统欲推动 巴西外交部长埃内斯托阿劳若4日证实 伯索纳罗打算向美国提议设立美军驻巴基地 阿劳若在秘鲁首都利马 出席利马集团外长会议期间 告诉媒体记者 伯索纳罗打算3月访问美国 届时将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议 美方在巴西设一处军事基地 波索纳罗在3日播出的专访中提及俄罗斯去年12月派两架图赴160型战略轰炸机赴委内瑞拉参加军演仪式 俄罗斯在委内瑞拉演习 我们清楚 米古拉斯马杜罗政府的意图 巴西应与关切 他说 巴西不想当南美洲超级大国 但按照我的想法 我们应当在南美有制高地位 古宝树 清华社专特稿 环球网报道记者江惠敏 日韩先关于韩国火控雷达照射日方巡逻机的纠纷 出现了最新进展 此前一直被日方要求道歉的韩国 于1月2日发表声明 要求日本为实施威胁性的低空飞行 向韩方道歉 但日本防务副大臣同日对此予以反驳 据日本时事通信社1月2日报道 韩国国防部当日发表声明 称日本巡逻机队正在进行人道救援活动的韩国舰艇 实施威胁性的低空飞行 要求日本道歉 声明再次强调 韩国为照射火控雷达的主张 并称 日本必须停止歪曲事实的行为 对此 日本防务副大臣佐藤正久 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称 日本巡逻机的飞行并非危险行为 佐藤称 日方巡逻机在距离韩国驱逐舰500米处的150米高空飞行 符合航空法 据日媒此前报道 日韩曾就日方主张的火控雷达照射问题 于去年年底举行了防卫部门工作磋商 但双方各执一词 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双方虽然就继续展开必要的磋商达成一致 但未敲定日程 日本防卫省此前宣布 韩国海军驱逐舰 于2018年12月20日向海上自卫队巡逻机 照射了火控雷达 该省向韩方抗议称 这是极其危险的行为 韩国国防部对此主张称 为对于险朝鲜船只进行搜索 而使用了雷达 并非刻意照射海上自卫队巡逻机 28日 日本防卫省公布了相关视频 但韩方认为 视频不能是做客观证据 并强烈反对称 日方公开单方面内容的影像 模糊事实关系 At Sevilla Debt Post 7,531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 李国立、肖建军 中国在人航天工程办公室15日透露 天工二号空间实验室搭载的 甘马暴偏振探测仪 简称天极望远镜已完成甘 马射线暴顺时辐射的高精度偏振探测 实现预定科学目标 相关成果于1月14日在线发表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 自然天文学上 中国在人航天工程一向高度重视空间应用能力建设 天工二号是我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 于2016年9月15日成功发射后 共计开展了14项空间科学与应用任务 其中包括中欧科学家联合研制的世界上首台大面积 大市场 高精度的甘马暴偏振探测仪 据介绍 在轨运行期间 甘马暴偏振探测仪性能良好 标定准确 完成了全部载轨观测任务 共计探测到55个甘马暴 对其中5个甘马暴 进行了高精度偏振测量 这是目前国际上最大的高精度甘马暴偏振测量样本 发现甘马暴爆发期间的平均偏振度较低 约为10% 并且发现甘马暴在单个脉冲内偏振角的演化现象 这些新的观测结果表明 产生甘马射线的极端相对论 喷流内部的演化 可能导致了偏振角的快速变化 使得观测到的甘马射线爆的平均偏振度较低 甘马暴偏振探测仪 是中国在人航天工程典型的国际合作项目 其成功运行为下一代空间高能天文观测仪器的发展 和进一步深化空间科学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技术基础 这次发表的科学成果 是自20世纪60年代甘马暴发现以来所取得的最佳偏振观测结果 有利于更好理解黑洞的形成和极端相对论 喷流的产生等基本天体物理过程 将对宇宙中的极端物理环境和条件下的基础科学问题 研究发挥重要作用 俄罗斯军舰发射反舰导弹 环球网军事1月23日报道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22日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将结装经过轻量化改造的高时高超音速导弹 导弹首先将用于武装红带珠和暴徒M级小型导弹舰 此前 高时高超音速导弹用于核巡洋舰和潜艇和护卫舰 轻量型高时高超音速导弹的出现将影响俄海军行动策略 俄罗斯消息报从俄海军总司令部获悉 新版高时的战术技术要求已拟定